我自己本身也是一個廚師 亦是一個素食者 眼見香港找一些素食是很難的 純屬更加難 所以亦想開一間小店來方便大家吃素 因為我自己本身都是一個維吾 不吃蛋奶、蜂蜜甚至素肉都不會吃 因為在我的角度看 素肉有很多不同的添加劑、食素、美精等等 其實這些是對人看都沒有益 其實我只是避免了一些不好的食材 其實我還有很多食材可以給我用 其實都可以有不同的發揮 佛陀館裡面有幾款食材 有金瓶牛磅、紅菜頭、黃薑炒豆腐 以及一些時令蔬菜 這幾款食材本身的營養價值都很高 還有有不同的顏色 有不同的營養你都可以攝取到 還有它煮的過程就不會有煎炸 大家普遍香港人去到茶餐會點個常餐 裡面都會有湯麵 或者有一個麵包和一杯飲料 我們這個常餐都會有湯麵 我們可能外面吃的是沙爹牛麵 我們就用了沙茶麵腸的淮山麵來製作 可能外面的常餐會有配件西多士 我們可能會變成花生醬香蕉飛碟 沒有那麼多油 還有裡面也有些水果 這樣可以更健康 老水午煮飯其實有五款材料 有普齡豆腐、雞腿菇、麵腸、木耳和花生 每一款營養價值都很高 還有蛋白質含量都很高 老水方面其實用了很多不同的香料去熬出來 這個鹽酥雞腿菇 我之前在台灣吃過 我覺得很好吃 所以我就帶它回來 在我的餐牌出現 大人、小朋友 甚至一些不是素食的人士 他們都會很喜歡 其實我覺得吃酥 其實偶爾邪惡一下 其實我覺得還可以 我們今天的湯就是南瓜蘑菇栗子湯 做到一個純素的版本 因為很多時候南瓜湯 都會有些忌廉或牛奶的成分 我們就不用 其實也可以煮出一個比較脂肪的感覺 這個貓箱其實可以給予很多不同的街坊 例如有多餘的貓糧或貓物資都可以放在這裡 就會有義工來收集這些物資 派發給牛奶的貓 有一個街坊 他會定期會自己買一些物資 放在這裡 捐給牛奶的貓 我覺得他很好 他懂得報師 總括來說都是很開心的 因為我記得曾經有一個客人 他跟我說 在這裡光顧了我大半年 他本身是有些三高指數 在這裡吃了半年飯後 其實他的指數都會降低 他會降低給我聽 我自己都覺得很開心 很多客人每天來光顧 他們搬了屋或移民 其實都會跟他說 好了 今次我吃完你這餐 將來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再吃 會繼續不停鑽研新的菜式 看看能否做得更好